接下來我們要進行離心 離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先平衡 那我們實驗室習慣先把我們要的東西 例如燒杯是我們做來支撐的 先歸零之後現在是16.26 好那我們就拿一支同等的離心管 這是目標離心管是16.26 把我們要當平衡用的離心管放上去 千萬不要忘記我們的蓋子 好目標是16.26現在是13.99 可以慢慢加一邊看讀數到16.26 如果說很接近的時候不方便的話 其實我們用Tip比較容易控制 也是我們比較熟悉的方法 如果說不好控制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Tip 一樣裝這時候裝什麼純水自帶水 其實都無所謂了 我們目標是把兩個調到一樣的重量 這時候是16.26 好看我們同學示範相當的精準 好這時候呢會有一些些誤差 如果像阿元自己習慣上差0.1克就OK了 差0.1克 如果你真的覺得毛毛的 你把它抽起來也沒有關係 好那我們接下來這個是容許的誤差 我們就直接開始進行離心